我们是第二题题目是请用三到五分钟 用小品的方式来演绎以下情景 每个情景都会用错误和正确的方式来诠释 我给你试一下 来吧 没关系不用担心了 你就打点钱给我来吧 好小楼坛特别好 2580 公伟员你到底买的一个啊 买的呀 我是哈拿姐 我在2014年底创办了一个交友平台 叫VAV 是以线下活动为主 那这个平台和其他相亲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做配对 年龄分组或者是筛选 大家以友谊为先 目的性不是很强 然后他们就很容易融入这个大团体 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进来之后还暂时没有找到另外一半 可是他们也都会找到他们的闺蜜啊或者是哥们儿 在1914年底创办法 我们在1914年底创办法 在1914年底创办法 现在有一些固定的活动 比如说羽毛球 英语角 读书会 还有职场分享会 那一些不固定的活动 那一些不固定的活动也有篮球 乒乓球 音乐角 电影角 在赌一或者是十一长假 我们也有一些户外旅游活动 读书会 是BAV现在一个比较具有特色的活动 那我们会经常借着一些主题呢 来帮助他们来彼此互动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谈到家庭理财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环节 就是给每一个小组 他们一笔钱 他们要给对方的小组买下午茶 他们不但要满足对方的口味 还不能超额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升 他们的理财能力 那我们也会借着不同的环节 譬如说小品 雅具 歌剧 让他们能够展现彼此的IQ EQ 言谈举止或者是领导力 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迅速的彼此了解 以夫所书里面呢 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丈夫是妻子的头 所以我们在活动当中 特意安排男生作为小组长 就是希望他们有这个 担当责任的这个意思 那现在社会上离婚率越来越高 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婚姻辅导呢 我们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婚姻 他们在婚后会遇到哪些问题 那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 当他们学习到这些知识之后呢 他们婚后也许会少一些挫折 少一些冲突 你要在约会中学习如何成长 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们在约会当中 所忘记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们可以发展得这么快 因为他们都已经把一些 不好意思问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关键的事情 他们都先解决掉 这四年来我们也促成了 二三十队的VAV成员 步入婚姻 许多的VAV宝宝也诞生了 那今年开始 我们也会发展北京的VAV 希望也借着这个模式呢 能够帮助其他城市的单身群体 请回答 我愿意 好 你接着我们给他们一个节目 谢谢 谢谢